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九路A3聊球平台 我是你们主持人李恒瑞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 今日课题的主角就是Paul Pogba 没有错 经过6年过后 再度穿上了UVENTUS的黑白战袍 Pogback 2.0 今天跟大家聊聊说 Paul Pogba第二次穿上这一个UVENTUS球 第二次以免费取决的身份 离开M2的红某半年 将会到UVENTUS的转会故事 ACEPAY HARDWIN HARD 前进永不退缩 96 ACEPAY HARDWIN HARD 前进永不退缩 2011年跟着曼联青年队 一起拿下的这个青年组种杯 2012年因为这个合约上的纷争 选择离开了红某曼联 2013年开始在UVENTUS打出了这个名堂 然后在2016年就是欧洲杯过后 被曼联用当时候创下转会费记录的 这个1亿欧元 从UVENTUS带回到UVENTUS 6年过去了 Paul Pogba再度会以免费自由取决的身份 离开红某曼联 再度的会以免费自由取决的身份 加盟到这个UVENTUS Pogback 2.0 这一次不是去到曼联 不是回到曼联 而是去到UVENTUS 没有错 今天要跟大家聊了这个 转会的这个动态跟新闻就是Paul Pogba 这个转会大神Fabijo Romano 已经是证实说Paul Pogba 会跟这个UVENTUS 签约了 然后他在这一个未来的几周内 会抵达意大利 去完成最终的这个签约 还有体检的动作 6年前UVENTUS用了这个 1亿欧元的价码 把它抛售回给了鸿蒙曼联 现在他以免费自由取决的身份 再度回到了UVENTUS 了 非常讽刺一点 在曼联的这个过去6年里面 Paul Pogba 一直都想要去完成说 他第一次加盟曼联那一个遗憾 没有办法在一线队站稳脚步 没有办法帮曼联争 争取更多一线队的这个荣耀了 当初他用了这个1亿欧元 回到曼联的时候 第一个赛季 可以讲是打到逢生随其 要帮曼联拿下联赛杯冠军 帮曼联拿下这个UVENTUS的这个冠军 可是之后的5年 全部都是四大街空 全部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冠军奖杯的 这期间呢 跟这个Morino闹翻 跟这个Social的关系 也是从一开始的这一个 顺从到后期的开始爬到 Social头上动土 然后到Social下课过后 这个Renick进来直交曼联的 这个最后几个月比赛里面 Paul Hobart也是 替一两场比赛受伤 替一两场比赛受伤 然后最后几个月 甚至是完全就是赛季爆笑 没有上场的 然后曼联球迷对于Paul Hobart来讲的话 就真的是死亡 死亡跟死亡 除了死亡的话就是 很多的这个鲁骂 很多的唾弃 很多的这一个呃厌恶 对于Paul Hobart来讲的话 他在曼联的这个最后一个回 就是在这一个 Oltrafford的比赛结束过后 被球迷许着下 下场 被球迷许着进入到更衣室的 这一个曾经 梦想这帮曼联踢球 6年前带着说 我当年没有办法站稳 曼联一线队的这个 呃遗憾的这个梦想回到曼联 然后想要 往自己的这一个呃 职业的生涯 下一步去走 去帮助曼联完成复苏 想要去完成那一个呃 当时候没有办法完成的遗憾 把这遗憾变成新的梦想 然后变成现实的 那一个年轻人 最终在曼联的这个结果就是 非常非常的让人死亡一笔签约 也不能说这个1亿 1亿欧元 找下去过是一个失败的圈 也并不能说完全是一个打水漂圈 Paul Hobart在曼联的这个 历史上 还是有留下他的脚步 还是留下他的印记 像是 EUBA League的这个决赛赛场上 替赢这个 IX的比赛 Paul Hobart打进了这个 进球 他有份帮曼联赢下了 这一个 呃 俱乐部 目前为止 最后一座的冠军奖杯 然后 所以会 又会忘得了 这一个对象 曼联那场比赛 半场2比0 落后的情况底下 如果那场比赛输球 曼联就要在我们面前 捧起银巢冠军 然后Paul Hobart下半场 一个人 打出了一个绝美的这个表现 帮助曼联是3比2 逆转替赢了这个曼联 这一些都是留下很多深深刻的印象啊 在曼联的这个俱乐部 历史上面来讲 他确实是留下自己的印记 可是这一些 一闪即时的瞬间 并不能成为这一个经典 只能说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亮点 几个片段 之后在曼联的这个期间里面 不管他是去掉国家队啊 还是说 每次记者采访他 他都是一只 都在跟皇家马德里 跟其他球队抛媚眼啊 他在这个球场以外的 这个生活的习惯啊 不管是他的舞蹈啊 他的头发啊 还是怎样子 都是惹到很多曼联球迷 非常非常不满意的 当初那一个 创世界转路会费记录的这个 身价回到曼联 那个身价 我我个人是觉得 或多或少是有影响到了 他自己在曼联的这个生涯 很多球迷对他的期望太高了 当年我们花这个创转会费记录的 这个 价码把它带回到曼联的时候 所有人对他的这个期望 好像就说哇 他就是来 呃去接替罗纳德工作 他就是应该要每一场比赛都有助攻 每一场比赛都有进球 只要他没有进球 只要他没有助攻 他就是不够好 我觉得说对Paul Pongba来讲的话 这个身价某种程度上 对他来讲是不公平的这个 呃 批评 不不不公平的这个标准 曼联过去这几年的这转回市场上 不管是D Maria 还是 呃 Paul Pongba 还是说这个Alex Sanchez的薪资啊 甚至说Harry McGuire的这一些的转回上 转回的这个动作上面 从一开始 给了薪资 给了价码就已经是过过高的 高出了这些球员值得的这个范围 所以变成说变相的球迷对这些球员的这个要求啊 就会变相的拉高 就会提高 球迷就会觉得说 你要拿这样高的薪资 其实我们用了这样多的钱把你买买入到曼联俱乐部的话 你应该就要踢出世界级的表现 应该常常进球 常常都有助攻 这样子的高要求 我觉得说是不切实际的 对Paul Pongba来讲确实是不公平的 是 可是我我还是那那句话 球迷对Paul Pongba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可是Paul Pongba自己在过去这六年里面来讲的话 他的表现 他的这一个球场上球场外的这些态度 确实也是不够专业的不够职业的 我还是讲那句话了 Paul Pongba看了他最近释出的这个纪录片 Pogmentary过后 你会真的会发现到说 其实Paul Pongba真的并不是一个坏人 他并不是一个 是金钱如这个生命的这个家伙 不然的话这一次他回到Uventus 他不会做这个降薪的动作 他还是一个很有情感的球员 他在乎的还是说球队有没有野心去做重建 他在乎的并不是他拿到多少的薪资 不然的话这一次不会回到Uventus 不会做一个降薪的动作回到Uventus 不然的话这一次他可以选择去PSG去切压球队 因为大家都知道Uventus现在的 这支Uventus并不是最鼎盛的 已经是连续两年 没有拿一甲冠军 已经是在重建阶段Uventus 并不是最鼎盛的 能够给的薪资也不是 PSG能够给Paul Pongba的更高 可是他还是选择以一个降薪的动作回到Uventus 证明东西就是说他不在乎球队有没有 紧急他不在乎球队是不是最鼎盛 他不在乎说他的薪水是多少 他可以拿一个降薪的动作 他可以拿比较少薪水 可是他要的东西什么 他要的东西是关注度 他要的东西就是在球队身下 可以看到一个明确的重建计划 在曼联这里他看不到 在曼联这里他加盟 这过去6年里面 曼联每一次窗口 每一次换帅 每一次转会的这个市场开启的时候 都讲说要围绕着Paul Pongba的舰队 可是有哪一次是成功了的 确实曼联没有围着Paul Pongba的舰队 Paul Pongba也确实不值得 曼联在他身上舰队 曼联在Paul Pongba身上看到的是失望 Paul Pongba在曼联身上看到了也是失望 也是对这个冠军奖杯 没有追求的这个欲望 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双方都对彼此有很多很多的失望 可是最终我觉得说 Paul Pongba的职业生涯里面 最大最大的这个转折点是什么 还是遇到了那个经纪人Mino Raiola 没有错 当时候他在2011年跟着曼联的这个青年队 拿下青年猪中备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说 哇Paul Pongba Raval Morrison Jesse Lingard 这是曼联的下一批的这个 情绪拉拔上来球员了 可是就在当一个夏天的时候 他遇到了Mino Raiola Mino Raiola 把这个Paul Pongba 打造成的一个 当时候来讲 他根本还没有资格 去跟这个Alex Ferguson做竞争 然后要求Felgerson说 给他一个很高的薪资 给他稳定线对上场机会的球员 要知道当时候 曼联的这个中场 还有这个Carrick 还有Postco 对的没有错 当时候曼联从这个 Postco退休的这个边缘里面 把他拉回来 在Postco退休过后宁愿把他拉回来 启用他也不 给Paul Pongba 更多上场机会时间 确实是对Paul Pongba来讲的话 会觉得说 曼联不信任他 可是你要知道当时候Paul Pongba 是一个年20岁都还没有的这个球员 你要怎样子 让Paul 让这个Felgerson 愿意在他身上 做出这样大胆的这个尝试 当时候曼联还在跟曼联去竞争 这个银巢冠军的奖杯 Felgerson当然还会是 比较选择信任说 他过去这十几年来 非常器重的这个Postco 也不想要在Paul Pongba身上冒险 某种程度上也 也是证明说 Felgerson不想要 一开始就把太多压力放在Paul Pongba身上 可是Mino Raiola一直在告诉Paul Pongba说 Felgerson不信任你 你值得更好 你应该拿更高的薪资 你应该有更稳定的上场机会时间 然后就这样开始去给Paul Pongba洗脑 洗脑到Paul Pongba觉得说 哇 他真的是不可一世的球员 然后他就离开了麦连 去到了这个Uventus 去Uventus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过后 回到麦连带着 我当年的遗憾 要带着说要证明Felgerson 当年不重用我的这个错误 回来要向Felgerson证明他是错误的 他不重用他是错误的这个决定 要一一元他当年的遗憾 要回到麦连去完成 他第一次讲了麦连的时候 没有办法完成那些东西 可是 之后的故事就是历史 大家都知道 我刚刚也是一直在讲了的 他在场外的态度 这些心值上的要求 有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Mino Raiola 在一直给他洗脑 麦连这里明明就一直有给Po Papa 这一个将将 将近一周三十万银帮的这一个 薪资 然后 这个Mino Raiola 可以直接跟Po Papa讲 麦连这里不弃重你 麦连没有要给你一个 呃 序约的这个态态度 麦连没有表 表示出有有 这种浓厚要给你序约的这个 呃 表示这个诚意 然后Po Papa在记录片里面就讲说 麦连哪里可以 所以koko先生讲我很重要 希望我留下来 可是又没有 展现出他们诚意 然后Po Papa在记录片里面 也也是一直在讲说 哇 他的这些 谈判的这个工作啊 序约的这个 部分全部都是交由Mino Raiola 去处理的 他自己本身是没有插手的 纪录片里面 大家也可以知道说 这个Po Papa是一个 很虔诚的这一个 鬼教徒 哇 实际上还是觉得说 对宗教有信仰的人 不会坏到哪里去 当然不要不要是那种很极端的那一种 宗教分子 我相信Paul Polva真的 从那个纪录片我可以看得出的东西 就是他并不是一个坏人 他只是被Minorara洗脑了 我知道Minorara已经去世了 我们也不好去讲一个已经去世的人的坏话 可是我真的就是这么觉得 我真的就是这么觉得说Paul Polva的职业生涯 本该可以更好 本该可以有更高的成就 他现在来讲的话 他的职业生涯 即使他赢过了这个世界杯 即使他在这个 UVANTA的这个职业生涯里面 拿过几次的这个一甲冠军 即使这次他回去UVANTA过后 也可以继续拿到这个 可能更多的冠军奖杯 可是他在曼联 他在纪录片里面 Coco先生讲他非常热爱的曼联 他永远不会完成那个遗憾 他永远不会一了那个遗憾 帮助曼联赢更多的冠军奖杯 我真的觉得 他的职业生涯很大程度上 都是受到Minorara的这个左右 不断去给他洗脑 洗脑到他觉得说 曼联只要不给他45万到50万一周的这个薪水的话 就是看不起他 就是不弃重他 我真的是觉得说 帮帮帮帮的职业生涯 很大程度上是被这个经济的Minorola给毁掉了 他在曼联身上 曼联球迷身上对他的这些批评啊 唾弃啊 很大部分的程度上都是因为Minorola 出来炒作 说出来讲 一些很低的这个分数 然后 直接在这个 IMDb 的这个 影评网站的这个分数上面 10分里面只拿到1.0分 是这个 IMDb 历史上面 评分最低的这个纪录片 像我讲这支纪录片 虽然讲讲真的没有什么太 太多实际上的这个内容 可是至少你可以看得出说 Polcomba 的这个成长的故事啊 从他如何是被拒绝 成为这个职业球员的这个机会 到一直努力 到之后终于成为职业的这个球员 去到曼联情绪俱乐部 去到曼联的这个情绪里面 拿到的这个青年祖宗 然后再转回到 Juventus 他的职业生涯开始往上坡路走的时候 就是因为 Mino Raiola 你可以发现到 纪录片里面都是 Mino Raiola 在洗脑 在给Polcomba洗脑说 你值得更好 你应该拿更高的薪资 还是什么东西 你看一看 Mino Raiola 现在一去世过后 Polcomba有去在乎这些金钱吗 没有 Mino Raiola一去世过后 Polcomba有去在乎说 哇 这个球队的这些 多冠的野心这些东西吗 有没有去在乎金钱 谁可以给我最多的薪水吗 没有 他选择降薪 选择哪一个比较低的薪水 选择去到一个 实际上并不是最好的 Juventus 这一切一切都是在告诉我说 Mino Raiola没有给Polcomba洗脑的话 其实他并不是一个 他并不是一个多么坏的一个人类 从其量你只能讲 状态上他是一个极度不稳定的球员 你可以讲他是一笔让人觉得说非常失望的球员 他在蔓延这过去6年里面 不过就就像我讲的 少掉Mino Raiola的这个洗脑的话 Polcomba应该可以更好 这一次他再一次穿上这个 Juventus的球员的话 第二次以免费自由球员的身份离开了蔓廉 第二次以免费自由球员的身份回到 Juventus的话 或许对Polcomba来讲的话 他确实真的是展现了 透过这一次的转会展现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他还是选择说 回到了他比较熟悉的环境 比较舒适圈 回到了 Juventus 回到了意大利 回到了意甲 他知道说 即使他呢 他当初回到蔓廉是想要一亿元 当年 匆匆离开蔓廉那个遗憾 没有办法一线对藏文遗憾 可是他知道在蔓廉的这6年里面 他饱受的是蔓廉球迷的这个托弃跟辱骂 他自己本身没有打出很好的状态 他自己本身没有达到蔓廉球迷的期望 他自己要负上一定的责任 可是错并不完全都是在他身上 过高的这个薪资 过高的转会费 这些东西是某种因素 然后Mino Raiola插手的 搞炒作啊 去搞这些有的没有的这些 转会的传闻 是Mino Raiola的错误 Mino Raiola的洗脑 他跟教练团之间的这个矛盾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他在蔓廉 遗留下的这些东西 完完全全遮盖掉了这一个 联赛杯的这个冠军 遮盖掉了有罗巴利的冠军 遮盖掉了他为数不多的几个 表现不错的经典的比赛的这个表现 这一次他回到Uventus的话 至少他知道Uventus 在他过去第一次加盟的时候 他是被Uventus的球迷爱戴的 Uventus的球迷是非常热爱他的 所以可能这一次他回到Uventus 是重感情的 是情意上他选择回到Uventus 是想要渴望得到球迷再度的支持 而不是说 哇 我每次踢球的时候 都一定要 进球啊 助攻啊 如果我没有进球 没有助攻 我的球迷就会 唾弃我就会讨厌我就会骂我就 我就会辱骂我 我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说这一次 破破爸回去Uventus 是一个重感情的一个决定 选择哪一个比较低的薪水 回到一个并不是最鼎盛的这个Uventus 纯粹就像他纪录片里面讲的 他要向漫年证明说 不给他合约 是漫年的损失 是漫年的错误 他在乎的不是金钱 他在乎的不是 这一个球队的实力 鼎盛与否 他在乎的是球队 有没有这个雄心 去追逐冠军奖杯 球队有没有心 要认真真搞重建 他在乎的就是 他有没有在球队的这个 核心计划里面 或许他不是一个 言语上 最会善于表达自己想法的 这个球员 他每次讲的话 很多人都会误解 都会取决的 很容易让人误会 可是就像我讲的 他并不是一个坏人 从其量 你就只能讲 他是一个极度不稳定的球员 这就是我的看法 针对破火把 这一次回到Uventus的看法 还有他在漫年 这过去六年之间的 这些是是非非了 不知道你们想法 又是如何呢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底下 分享一下你们针对 破火把的看法吧 这就是今天影片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